瑞瑞乡公所2017年打造瑞祥温泉泡脚池 来营造推广瑞瑞温泉区的产业印象 不过园区包括了清洗、公厕等设施 至今还不完备 为游客民众所诟病 几经乡长陈静光的奔走争取后 终于获得了观光局花农重骨管理处的支持 处长郭振林表示 不只竹汤区也将虎头山步道 一并纳入打造成为温泉区的新油气亮点 瑞瑞乡瑞祥温泉公园泡脚池 设置营造完成五年多 园区包括清洗、公厕等设施仍不完备 也使得当初僻尖的美意大打折扣 乡长陈静光也高度重视 在地方裁员有限的情况下 积极向上奔走争取改善计划 我们瑞祥温泉泡脚池 从105年规划泡脚池到现在 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经过几年的一个检讨跟民众的反应 我们觉得真的是需要来做一个因应 陈静光近两年来向上澄清反应 甚至提案争取 终于获得观光局花农重管处的支持 处长郭振林正面回应表示 不只是竹汤区也将临近 虎头山步道以并纳入改善 打造成为温泉区的新油漆亮点 那因为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左右在设计 我们现在的设计案已经完成 那因为后续还有一些建造的问题要去处理 那公所也配合有一些着景的动作 那目前我们的预计应该会在尽快能够在今年以前完成 观光局花农重管处协助让瑞翔温泉足汤公园 以及虎头山步道形成一个新的游气景点 地方公所也高度配合 另外也为了能够改善水源供应 将公所目前也编列预算 推动温泉开发许可施作全景 亦提供稳定的温泉水源 让瑞翔温泉区亦向温泉公园设施环境的服务 都能全面到位 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